就是今天想带着大家来体验一下这个鸿蒙的开发 对 然后听说就是写一套代码呢 就是可以直接运行到 已安装鸿蒙操作系统的各种设备上 对 然后鸿蒙开发怎么学呢 其实我们直接看官方文道就好了 然后首先我们就打开了这个 华为它鸿蒙OS的官网 然后事先说明一下 就是今天的 今天这个直播位是没有做任何准备的 就是我自己是一名 Java还有前端的权战开发者 然后安卓其实开发的也不是很多 只是之前学过 然后鸿蒙这一块呢也是完全没有接触过 所以今天就相当于以一个小白的身份吧 来大家体验来带大家体验一波 这个鸿蒙操作系统上应用的开发 然后打开官网呢 先看一波这个鸿蒙它有什么优点吧 对 然后昨天看那个发布会嘛 然后就画了一个很大的饼吧 一生万物万物归一 OS1 YSO 对 这个概念呢其实就是说 基于这个鸿蒙啊 它是一个分布式的操作系统 你写一套代码 然后你的这个程序可以运行在 多个安装鸿蒙操作系统的 所有的设备上 对 然后你的一个应用呢 就可以部署到多个大到这个电脑啊 小到手表啊 什么插座啊 对 然后就相当于是一个分布式的操作系统吧 然后你也可以把电脑上的应用在手机上打开 手机上的应用在手表上打开 它的使用的流畅度 丝滑度 然后还有这个UI的简洁动效的这个优雅 都会比现在的安卓系统的手机要好上一点点 啊 但是它以后发展怎么样呢 还要看这个华为它的 去怎么去找合作伙伴啊 怎么去发展一下自己智能设备方面的生态吧 然后用户它就一台华为的设备 你搞什么分布式对他们来说也没有太大的用啊 不过最起码这个底仓能力是有了啊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试一下这个呃 鸿蒙的应用开发 然后首先你要安装一个开发工具是吧 那没有开发工具你用什么写代码呢 所以呢呃这个华为官方啊 也是提供了一个比较专业的开发者工具 然后名字叫什么华为 DU EcoStudio 我英语一般般 啊 好吧 很烂 这个就让我想到了一个开发软件 叫安卓Studio 因为以前做安卓的时候 确实就是下那个安卓Studio 呃 然后显然啊 这个界面啊也特别像 对 界面也特别像 然后事先我已经把它下载下来了 大概有800多个照 对 是这样一个ZIP包 然后等它解压一下 然后安装一下就好了 然后稍等它吧 然后我们正好来了解一下鸿蒙 看它官网的介绍是让这个分布式成为开发的乐趣 统一OS弹线部署 它的意思呢就是说 就像我刚刚说的啊 就是你写一个应用 然后你可以运行到所有安装的鸿蒙操作系统的这个设备上 对 包括说手机PC平板显示器等等等等 你看小到耳机大到车级都可以再往下看 还有这个一次开发多端部署啊 鸿蒙官方的描述是呢 这个开发者基于分布式应用框架 写一次逻辑代码就可以部署在多种终端上 呃 这个概念呢我觉得就有点像JVM JVM呢就是说你把JVM可以装到Windows上 可以装到Linears上 可以装到MateOS等等等等这种操作系统上 然后呢你又你开发好一个加化应用 只要把它打成架包 就可以放到JVM上跑 然后由于多的操作系统装的是同样的JVM 或者说在JVM做了一个适配 那么你的这个应用就可以同时在不同操作系统上 得到一个比较好的运行效果 其实都是通过底层的这个封装 还有设计来屏蔽了上层的一些区别 让你的应用自由跨端来看一下这个 看一下它的动图演示 什么叫自由跨端 先看一下它介绍吧 就是HomoOS的一个比较大特点呢 就是原子化服务 对原子化服务呢就是 现在我们在手机上去用一个 想用一个应用吧 然后你要打开这个APP 然后你要去看它的广告 然后再去这个APP中去找到你需要的功能 然后鸿蒙的话 它其实是提供了一个更细利度的 把应用里面的这些功能拆分出来 拆分出来拆成一个个小的服务 然后你可以不必打开应用 直接使用他们的服务 也可以把这个服务以卡片的形式 分享给其他的用户 或者分享到你已经连接当前设备的其他设备上 对比如说你可以从手机快捷的分享到电脑上 然后像它的这个演示呢 其实就是你在京东上看到一个商品嘛 然后你可以直接把这个商品服务 就是浏览商品的这个服务 以卡片的形式分享给你的好友 然后你好友收到之后呢 打开卡片就能直接看到一模一样的这个界面 以及效果 然后用简单激活你的智能设备 什么叫一碰入网呢 我看到网上一些体验视频啊 大概的意思就是说 你有一台安装了鸿蒙操作系统的手机 你还有一台安装了鸿蒙操作系统的电脑 然后你的电脑它没有WiFi 它不能上网 你的手机呢 它连了WiFi 或者说用了4G它能上网 然后你只要把手机和电脑做一个连接 对轻轻碰一下 把它俩连接组合成一个新的超级终端 之后呢 你就可以在电脑上连网 对非常的方便 所有的你看到这些产品上的东西都不是很新 对都不是新的概念 对只不过鸿蒙它从一个底层的角度 去提供了一个解决方案 然后能让这个体验变得更加丝滑 怎么学习鸿蒙开发呢 如果说你学编程有一段时间之后 你会发现看官网demo 其实是最快上手的一种方式 对而且像鸿蒙这种开发 现在网上虽然说有教程 但教程还比较少 所以我们还是去跟着官网来学习 然后我们点进这个开发吧 这里有什么应用开发和设备开发 那我们这里就先去看一下应用开发吧 就是像开发一个安卓APP一样 我们可以来开发一个运行在鸿蒙系统上的APP 它有一个在线体验鸿蒙的一次开发 多时微部署 那我们看一下 我们先看一下在线的demo 这个我觉得还是蛮贴心的 它这里有一个在线的编辑器 然后它的这个案例场景就是一个to do list to do list它的要实现的功能 就是你可以有一个任务列表 你可以在这个任务列表中 记录自己当天要做的一些事项 那主要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列表的样式 放大一点 对比如说这里 因为鸿蒙应用 它是可以写一套代码运行到多个设备上的 分布式部署 对 然后所以这里官网给了两个 给了两个运行的效果 一个是华为的手表 一个是华为的手机 大家能不能看出这手机的型号 然后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你可以看到这个任务列表 里面有什么 你几点要购买礼物 几点要健身锻炼 生日约会等等等等 先看下它是用的什么语言 它在开发的 开发语言的选取上 也是选取了现在比较流行 并且使用人数较多的一些语言 比如说前端 对大家其实 开发安卓的同学也大概知道 其实主要就是写一些页面 还有页面的交互逻辑 对包括请求一下后端的数据接口 去拿数据 然后展示数据等等 鸿蒙的开发和安卓的开发 包括以及和前端的开发 都是很像的 都是写界面交互还有逻辑 对 所以呢 鸿蒙它这里用的是一个 JavaScript CSS HTML 前端基础三件套 对 然后很多朋友可能学会网站开发之后 学会一点前端开发 你以后就可以开发这个鸿蒙应用了 对呃我带大家分析一波吧 这个代码要理解起来还是非常简单的 我们先看HTML 对 HTML里就是这个网站 或者说这个这个应用 它的一个结构 对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很多的标签 最外层是一个容器 对 你去把这container当成这整个界面 然后再往下看就标题 这标题就是这个任务列表 然后大家看 它这里是用了一个母版语法 来渲染这个title 对 你只要给这个title复制变量 然后这边的界面就会刷新这个 这个标题的显示 然后呢 标题下面就是列表了 然后有一二三三条列表 大家可以看 它这里也是用了一个循环的语法 这里有一个foil 然后foil里面会去 录取这个任务列表 然后把它渲染成多条的这个数据 每一条呢 它有一些小的结构 比如说这个图片 它这里图片其实就是一个 呃 一个选择按钮 对 就是否打勾 呃 然后呢 还有这个任务名称 还有这个任务的标记 比如说是这个 红点啊 还是绿点这些 然后还有这个任务的时间 对 这些都很简单 其实你学过 其实你学过前端开发的话 看这个原码就很简单 一眼就能看懂 对 再看css css就没这么好说的了 其实就是我们网站开发时 去美化我们的界面的那些代码 对 还有javascript javascript应该可以说是 现在前端里面最重要的一门 编程语言 呃 我们看刚刚的这个task list 是吧这个任务列表 其实我们在任务列表里加了三条假数据 大家可以看 这个购买礼物对吧 就对应和界面右边的这购买礼物 开发鸿蒙的这个应用应该是没有任何难度的 ok 这个在线的demo我们就体验完了 一般我们学一门新的开发技术 或者去 呃学一些 呃各种设备 他专有的开发 语言或者技术的时候啊 就是 我们最先看的应该是官方文档 然后去试一下他的demo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再按照他官方文档提供的教程进行进一步的学习 ok 现在demo体验完毕 我们来找一找教程吧 对 来找一找教程 大家看 好 接着往下看啊 从官网往下拉 看到首先安装应用啊 我们现在已经安装了 对 现在这个万事具备指线东风 好 然后我们点开这个新手指导吧 然后我们可以先看一下这个导读 啊 他让你去下载这个开发工具 然后在导读里面呢 你还可以获取到一些鸿蒙的开发资源啊 这些都是免费的这些都免费的这个鸿蒙系统肯定是要给开发者一个良好的体验的 要不然谁还会专门去新学一个语言来写鸿蒙应用呢 对吧 其实大家如果有空的话建议把它的这个文档里提供的这些子链接一个一个点进去看一下 对我建议就每个细节都不要放过 然后这里有很多的资源了 什么鸿蒙概述开发技术知识 下载安装软件等等等等等等真的太多了 这个其实就是理解为一个目录了 然后我们刚开始看文道啊 这个难免会看到这种这样的这个子链接对吧 大家一看啊 这个文道怎么里面还有那么多链接啊 对吧 我打开一个页面我要跳到七八个页面去一个一个看嘛 也不用太担心 我们看一下左侧的目录 你会发现啊 他这个左侧的目录呢 其实是和右侧的相关资源是有对应关系的 所以我们就按照左侧的目录来就好了 那一般情况下我们想要开发一个应用呢 你要先了解它 然后准备开发环境啊 准备开发环境 我们已经大众造成了 就这玩意儿 对从官网下载的 然后呢是有什么开发ability ability是啥看一下 啊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ability ability英文就是能力嘛 我先暂时简单的理解为这个pageability 就是写页面 这个配 然后这个particle ability啊 什么page ability啊 对就是这个page ability啊 这个page ability可以简单的把理解为写页面 然后这个pa呢 就是service ability data ability 就分别把它理解为 和后台对接的一个服务 对对接接口的一个服务代码 以及获取数据的一些方法 啊我刚刚说的 这个fa就是feature ability 是开发页面的嘛 对所以呢 今天就说了 你开发界面 肯定要用一些组件库 UI库对吧 那鸿蒙的话 它提供了java的UI库 和java script的UI库 对java UI呢 它提供了细立度的UI接口 更加灵活 那js的UI库呢 提供了相对于高层 或者说已经封装好的UI UI库 然后可以让应用的开发更加简单 那这里呢 我觉得大家初学鸿蒙编程 你就选择自己合适的语言 比较熟悉的语言就好了 然后接下来呢 就一些开发业务功能 就是我们常用的一些前端的开发接口 比如说调用视频 调用音频图像相机 还有些什么生物特征识别 比如说人脸指纹等等 你需要用到哪一块开发 比如说你做的这个应用 想要去读取这个用户的摄像头 想要给他拍个照 那你就去看这个媒体开发指南就好了 这些指南 大家没必要一个一个 现行的把它看完 除非你要系统的去学习 对 如果你只是要开发一个应用的话 你可以直接去选择需要的 然后是要调试 对 但是我这个华为是P30 P30 Pro 现在没办法升级到这个鸿蒙 那没办法升级到鸿蒙怎么调试呢 是吧 这个我相信也不用担心 一般我们都可以用这个模拟器来调试 对 官方我相信也提供了模拟器 最后呢 你开发好应用之后 你得把它发布到应用市场 然后还有什么原子化服务开发历程 这些就太多了 这些就太多了 对 他会教你怎么去设计原子化服务 这些大家有时间的 少小咳嗽一下 这些大家有时间的话 我还建议去认真的看一遍 对 还有什么设计设备 差异化开发 然后还有很多的开发者教程 对 然后这些都是针对上面提到的一些 鸿蒙系统支持的能力 去做了进一步精细的教程了 还有一些视频课程 对 这个视频课程呢 喜欢看视频的朋友就可以去看了 对 如果你不喜欢读文档啊 那就跟着视频来 对 所以呢 这个华为鸿蒙啊 他这官网也是很贴心啊 对 OK 我们下一步 进入下一步 看一下开发基础知识吧 有什么应用基础知识 什么用户应用程序 每一个鸿蒙的应用 它是以APP 就是APP包嘛 以它的形式发布 一个包呢 它是由一个或多个 ability package 也就是hype 由hype去组成的 对 然后一个hype呢 它又是由代码资源第三方处 和应用成 应用配置文件组成的模块包 那我们就可以把hype 简单的理解为 我们开发前端应用里的一个 根目录 对 可以把理解为一个根目录 对 然后像我们现在 你在开发加把前端的时候 也有这种模块化吗 那这个鸿蒙也是一样的 你的一个应用 可以有多个模块包 对 可以有多个这样的根目录 OK 那每个根目录中呢 你只能有一个entree入口 这个entree 就可以把它理解为 加挖的闷函数吧 lc++什么的闷函数 对 一个主入口 然后还有一个feature feature的话 就是什么应用的动态特性模块 就一个APP可以包含多个feature 类型的hype 也可以不喊 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个feature 理解为一些 就是封装了某些功能的紫模块 对 然后大家如果说自己学习的话 这些都要过一遍 然后还有什么应用配置文件 然后每个type下存在一个config.json 里面主要包含了应用的一些全局配置信息 这个就和小程序一样了 大家如果开发过小程序的话 再去开发这个鸿蒙应用 我相信会非常的简单了 OK 然后我们再看下面 资源文件 那资源文件呢 就存放我们这个应用 它的一些图片 它的一些媒体 比如说什么音频视频啊 等等等等OK 然后下面什么应用数据管理 应用权限管理什么的 都比较多了 有什么分布式数据服务 分布式文件服务 我理解就是读取数据 读取文件 然后数据搜索 然后去操作数据存储等等 对 还有本地数据管理 那鸿蒙也是 鸿蒙它也是用了这个sitrolet 来作为一个本地的数据库管理 就是一个临时的数据库 来吧 快速入门 终于到这里了 终于到这里了 终于开始哈罗文的 首先我们要下载开发工具 我们已经下载好了 那接下来我们要做的事情呢 就是做一个哈罗文的界面 并且点击next按钮之后 去让这个界面发生变化 展示为什么hi there 对 好了 那接下来我们就 什么参考下载与安装软件 配置开发环境 然后呢 你要安装一个鸿蒙的sdk 对 要安装一个sdk sdk其实就是 它内置的一些编程的语法 还有类裤了 对 没有 没有 没有